大家好!今天是我們第六天的住宿 我們明天就要直接飛奧克蘭 所以我們今天是住在機場附近 它前面是有兩個車庫 然後這邊其實蠻方便的 車子可以停在倉庫前面或是路邊都可以 一進門這邊就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庭院 走!跟著我們進來 這邊是車庫 後面就是房間的部分 這邊我覺得有點透明 那你就把床鐵貼起來就好啦 沒有我只是想講一下嘛 好來 緊急 好 然後這邊它的那個脫鞋 鞋子是要脫的 就往這邊 我首先迎面而來這邊就 媽媽媽 耶 然後這房間就是乾乾淨姐的 就是我們家用的這樣子 對就是什麼都有 然後這邊有個客廳 這裡有一隻狗的 牠叫做Lucky 嗨 掰掰 Lucky也有在房東的那個 來了來了來了 他要換這套他 我要換 好我們繼續 Lucky也有在房東的房屋守則裡面有提到 他說Lucky是他們的狗 非常的友善 Extremely Friendly 對沒錯 他只有說標尾他的食物 然後其他的都沒關係 那我們進去房間 好 登登 然後他這個房間其實是 雙人床 然後架一個床 但是因為今天 另外一間房客把他去取消 所以那間房客就沒有來 他直接給我們兩間的雙人房 最重要的看一下這裡 他把早餐全都擺在這邊 非常的貼心 1 2 3 8分 跟昨天比這樣好嗎 好不要那麼說 那我們去看一下浴室 好 這是我們第一間住到廁所的淋浴間分開 然後還有洗手台 然後這邊就是淋浴間 它是有浴缸 然後這邊有一個乾脂分離 那個洗手台上面的所有 墨浴乳洗髮精都是很有 然後裡面也有吹風機啊 蓋油都有 然後再來這個房東他還有提供那個 洗衣服 然後機場接送的服務 因為洗衣服是5塊 機場接送的服務也是額外付費 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那洗衣唯一要注意就是說 如果太晚到的房客 或者是說 只注意去玩的 就沒有 所以我們就沒有 太晚了 太晚了 欸這間很不錯耶 那這間一樣原本就是雙人房 然後衣櫃啊 他們衣櫃超大的 然後 它這邊還有暖氣 喔也太好了吧 可以開嗎 可以吧 如果你覺得冷的話 OK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啦 好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第七天的早上 但是是第六間名字 那今天就帶大家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開箱 這是一間非常溫暖的小房子 我們在來之前看房東的介紹 他就有說他是 一個老師 然後兩個小孩的媽媽 然後他們家有一隻狗 一隻貓 還有一隻會唱歌的鳥 會唱歌的鳥 他的家叫做Somber 這附近都有一種鳥叫做Toy 所以他才把這間的房子叫做Somberthouse 一進來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布置 這裡是他的立民 昨天我們一進來的時候 方東可以站在它也坐在這邊 然後看一個 有點像是家裡區 然後現在帶大家來介紹我們的房間 我們這間是雙窗房 等 這樣 還蠻大間的 就是以我們心理來說的話 我是覺得住起來很舒服 然後還有一台就是像男性 那現在接下來接到隔壁間 之前也是開起來就是很明亮乾淨的一間 剛剛忘記說它有護就是浴巾 然後還有肥皂 只是因為肥皂我們都沒有用 我們是有自己帶的 還有上一次 這個房間它很貼心 它都會幫你的就是 小卡片在這邊 大概都會說 希望你就是享受我們的這個家 如果想要什麼旅遊的建議 都可以找它問 然後它桌上都會擺一些那種就是 觀光客訊的那種手冊 然後我們接下來去浴室 那它也是就是浴室跟廁所是 就是分開的 它雖然不是分離室的浴室 還算是都是乾乾淨淨這樣子 真的啊 地上超乾淨很滑 這裡的天氣它其實是蠻乾的 所以我們只有帶乳液 不過它這裡還不是關乳液 所以我覺得很棒 1 2 3 9分 它這個水龍頭就是 熱水跟冷水是分開兩個水龍頭 那你就要自己去調控 只是它剛剛把冷水一打開的時候 就會變成全冷 所以需要有點 緊緊緊緊緊 然後這邊是廁所 好 我們去找Rookie R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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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的廚房 然後廚房這邊就是有餐桌 然後再來就是 烘嗎 它就很仔細的跟我們介紹它的廚房 就是如果要喝東西啊 或者說都可以泡 然後杯子也可以從這邊拿 然後它也一格一格的跟我們介紹 就是盤子放拿 然後叉子放拿 然後鍋子或我們要煮東西 也都可以在這邊煮這樣子 東西都有齊缺的廚房 這裡有一張就是台北 木造動物園的迷信片 真的欸 接待過台灣學生 然後後來他們 就是寄來給他的迷信片 它是人很好的齁嗎 對對對 它人非常好 貓咪聽到這個聲音味很不一樣 這個 還好喔 對不對 太老了 很熱 露露你幾歲啊 露露你幾歲 老貓一隻 鏡頭追不上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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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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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跑過去 那 露露 點醜 那